道路兩旁的人行道上 不少人或坐或站 當有人來聘用工人時 只見原本等待的人群一擁而上 今年8月15號是印度脫離 英國殖民地獨立滿75年的日子 過去幾十年 印度的經濟成長快速 各式各樣的工廠在各地迅速發展 整個國家的經濟規模高達三兆美元 相當於92兆 2900多億臺幣 成為亞洲第三個經濟大國 將近三年來 隨著新冠疫情蔓延 印度國內企業又爭取到了 不少疫苗代工資格 讓印度成了軟體疫苗等 專業領域產品的主要出口國家 也帶領了數百萬專業人才 擺脫貧困 躍身為中產階級 為了擺脫對中國的依賴 重新組合供應鏈 外國投資湧入印度 牽動著貿易出口 蓬勃發展 加上資訊技術等新興產業拓展下 更加成為印度經濟轉型的動力 根據IMF國際貨幣基金統計的數據顯示 預估印度今年的經濟成長 將達到百分之七點四 成為全球經濟成長最快的國家之一 但經濟的快速成長 卻沒有眷顧到所有的勞動階層 這種社會經濟形態讓許多生活在農村的貧困家庭 並新生羨慕 也進入城市求職 期望能夠找到好的工作 但現實情況卻是IT 科技或醫療專業工作機會稀少 讓來求職的農村民眾淪為臨時工 導致印度許多城市的市區 包括哈里亞那幫的市區 每天街上都有不少這樣的臨時工等在道路兩旁 這種社會不公擴大讓非專業人士的勞動階層 只能夠依靠勞力從事挖路 鋪磚或清掃垃圾等臨時工作 薪水也相當低廉 然而就連這樣的工作也只有少數幸運的人能夠搶到 隨著工廠跟民營企業就業機會的減少 年輕求職者就偏向獲得政府工作 他們渴望獲得工作的同時能夠擁有聲望 福利跟安全感 但公職工作也並非能夠輕易拿到的 印度政府就針對徵兵制度在今年六月進行了全面改革 來削減政府的支出 害怕長期的軍方職務工作 改為四年期的合約工作 未來也只保留25%的新兵比例 印度經濟監測中心執行長威亞斯表示 目前有許多勞工因為新冠疫情失去工作 回到農村生活形成了人口逆向流動 但這並沒有增加農業的產量 因為社會的生產力下降 成了變相的失業人口 也將過去幾個月的失業率 推升到了7%到8%之間 拉大了貧富不均的差距 這也讓經濟課題成了印度總理莫迪 得面臨的最大挑戰 各人現場 陳盛彬